歡迎來到五間氣象時間 一起來關心天氣 今天封面逐漸遠離 不過還是有殘留的水氣 因此在今天上半天 各地有零星的降雨機率 不過天氣會漸漸的好轉 各地就會回歸到了 多雲道晴的好天氣了 不過到了午後呢 因為受到了熱對流 作用的影響 在山區跟靠近山區的平地 就很容易會出現 午後的雷震雨 不過主要的降雨範圍 還是集中在大台北地區 還有整個東北部地區 中南部的山區 以及東部的山區為主 至於南部地區呢 整體來說受到的影響 比較沒有那麼大 那再來看到溫度方面 昨天高溫排名前三名 分別是屏東三地門 來到了36.3度 接著是高雄月眉 36.2度 還有高雄的美濃 36度都是在南部地區 那麼今天各地也依舊是晴朗炎熱 白天高溫可以來到30度以上 那麼局部地區還會再更熱一些 尤其在屏東更可以有36度以上高溫發生的機率 那麼東南部地區還有焚風發生的可能性 那麼接著我們再來關心到了 明天開始整個封面又會再往北邊移動 因此呢整個中部以北地區水氣又會再減少一些些 大環境主要是吹偏南風 因此南部跟東部地區呢 主要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降雨 那麼北部中部可以看到陽光露臉 不過呢在午後還是會出現一些熱對流作用 就會有雷震雨發生了 溫度方面北部高溫來到32度 中部則是33度 南部再更熱一些34度 東部則是31度比較涼爽一點點 那麼到了19號到20號呢 整體的降雨狀況差不多 溫度方面則是有稍微高一些些 我們就來看到北部地區回暖到34度 中部差不多回升一點點34度 那麼南部跟東部表現上 那樣則是跟前一天18號是差不多的 那麼提醒大家呢到這個週末水氣會減少一些些 不過溫度在接下來一週是會一天比一天來的高 接著我們透過圖卡一塊來關心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基隆28-30度 台北29-32度 新北30-33度 桃園29-32度 新竹30-32度 苗栗30-33度 中部地區 台中31-33度 彰化30-33度 南投雲林嘉義都是30-33度 大多是多雲道琴的天氣 不過午後要留意可能會有雷震雨出現 南部地區 台南31-33度 高雄32-34度 屏東31-35度 降雨機率落在20% 東部地區 宜蘭27-30度 花蓮29-31度 台東31-34度 也是午後可能會出現雷震雨 外島地區 廉漿24-25度 金門27-28度 澎湖28-30度 降雨機率最高來到90% 小丁寧 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各地都高溫悶熱 中午前後外出的話請注意防曬 再來午後山區的話有雷震雨 外出的話記得帶把傘了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姿勢